非常謝謝 從3月28號到6月16號 在台南市立武術館 我們展出的過特 海怪 武靠國內湯 熱藍車保護的資本 這裡面象徵了幾個補碼 就包括東印度公司 還有當時貿易過程裡面 包括船隻或自己拿的 這些具象的補碼 那最主要的就是我們剛才協助 就知道了他們的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從藝術的視角 來看待這個藍車保護 從台灣進入到台灣的 這個世界貿易裡面的力量 是從我們跟世界的這些交友 或者世界進入到台灣之後 產生的一些變化 從藝術的視角去看待這個歷史世界 那一看待我們這四百年過來之後 我們這些文化的激盪 跟發發我們權力者的這個角色 跟可能屬於這個在地裡面 被壓迫者的這個角色 我們怎麼樣從藝術的視角裡面 去看待這個過程 跟看待這些歷史的交流 跟歷史融合的一個過程 讓我們這個城市 現在發生的這些市民朋友 或者是我們的外力朋友 都能夠藉由這樣子的藝術展覽 跟藝術的展間的一些創作 還有我們藝術家的投入 包括有三十組的藝術家 在我們台南美術館 一館跟二館 總共有十個展間來共同展出 那這個也是台南美術館 五年成立以來最大的展覽 空間最大算是我們最盛大的一個展覽的一個項目 所以非常謝謝我們這次林館長 還有文化局協助長幫忙 還有我們策展的 基建文老師跟東橋的投入 我們在2022年開始 就對於這個台南四百的議題 做了不同的一個設計跟宅意 然後2024年 我們隆重推出的這個 霍克海怪泡湖 然後這藍水堡四百年 相信對於整個台南四百的這個過程 都可以從各種不同的文化視角 來省思這個城市發展的過程 跟藝術家民工的不同的想法